当地时间14号下午 习近平离开老挝万象启程回国 前往机场途中 老挝青少年挥舞着两国国旗 欢送尊贵的客人 机场举行盛大欢送仪式 身着民族服装的当地青年家道欢送 礼兵分裂红地毯两侧 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国家副主席潘侃 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万象市委书记兼市长新拉冯 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副总理宋在等到机场送行 习近平同他们一一握手亲切话别 习近平登上闲梯 向欢送人群挥手致意 现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欢呼声 以上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请不吝点赞 访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转发 订阅 转发 转发 曲普送云下